第二十二题,右图为实验装置之示意图,某颜类溶于水后解离为四个钾离子与八个锂离子,其中钾和以均为带电的粒子,若以之以为Cl负,则下列关于此被水溶液的叙述何者正确,A电极为正极,B电极为负极。 我们晓得,我们电解值解离一个重要观念就是,解离后正负离子的总电量是一样的,所以选项C是错的,因为正负离子总电量一样,所以以离子如果是负电,那么贾离子就应该正电,但是我们有八个以离子,由于有八负,所以呢四个贾离子,每个贾离子应该是二正,所以比如说CA二正,所以它不会是NA正,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达到所谓的总电量相同, 所以选项A是错的,那我们也晓得,电解值在没有通电的时候,正负离子会在我们水溶当中到处的游动,所以呢我们B选项呢也是错的,那么一旦导电之后呢,正离子会去负极,负离子会去正极,所以以离子会去A,那么贾离子呢就会要去B,所以呢选项诸是对的,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有关于此被水溶液的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, 此租通电后,贾离子会向B电子移动,以离子会向A电子移动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